最近美丽在网上花了一千五 购买了一个狗 我们以为上当了 其实我们都错了 我们应该对陌生人多一点信任 我也是赌了一次 大家好 我是杨美丽 我们带了我们三个小朋友 去拿狗去了 七代博网上 那个狗居然到了 还是没有骗我 虽然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们现在去迎接我们的狗狗了 不知道是什么 我买的茶杯犬 但是人家买狗都跟我说了 世界上是不存在茶杯犬的 他说茶杯犬要六千多块钱 我想买了个什么狗 这期待不好 网上购货物 我以为是骗我的了 没有看到狗 就在各种让我付钱 然后各种给我推销 现在我们去 好像到了 从成都发回来的 然后今天是付了多 今天付了四百多块钱 他居然没有给我司机的电话 和那个车牌号 我都信任他这个样子 我刚刚突然问他 后面的时候 人家那边司机就打电话过来了 看我们都坐在这等 这两个也在这等 焦急的心 看看过会儿到了是个什么鬼 这不好意思太急了 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 看看带个啥子狗 哎呀哎呀到了谢谢 哎呀哎呀到了谢谢 妈呀好脏哦 总算到了 虽然是个脏兮兮 啊没有水了回去给他喝水 还蛮可爱的呢 就是有点脏 但是你不能回来不能洗澡 哇好可爱 他这瓶子都没的水了 天哪 回去给你喝水 回去给你喝水啊 回去还要等一下 啊什么土口 我直然说这是个土口 人家不是个土口吧 这哪里是个土口 人家人家 走往天那个好想啊 啊 走往天呆 他没水了 走回去回去回去 快走回去 走回去 一千五百块 到了 有点脏 太可爱了 脏兮兮 暖身了 啊 沙窝点 网上脏兮 乱点 是乱点 不晓得好咋 不晓得好咋 我姿儿说好臭已经没水了 我妈说要给他擦个屁股 把这个 他狗站在这里来 已经回家了 我妈说要给他擦个屁股 再连一点 他也是在外面上厕所 喝的太快都呛走了 松了一点狗粮的 他上面都没点水了都不给他喂水 好脏哦 妈应该是拉了死妈妈咬的 但是回来七天不能洗澡 这是有点脏 然后给他喝点感冒充剂和营养剂 来把那个零食拿来 那肯定了做了好多天了 好好好想回来不能给他吃东西 要过几个小时 先吃他晕车 好小他就这么一点点大 这是小 后面七天以后再 他坐车坐晕了 晕得很 我妈说我是成人不能提狗 哪个带的啊 我带的啊 我成人吗 我脾气姐妹哈 又小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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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那儿就干骨了 妈那儿都干骨了 看我们好多人 才有冷干 这种的冷干 好得好得 出海去了 他到处坑 我指尔的那个 你看 你看 你还怕姐妹那个狗儿 快要带他起来 嘿 好熊啊 他熊的挺卡 嘿 太夭了 太夭了 他们网上这个耳朵 都是给他涂的 嗯 好脏哦 嘿 太夭了 本来是在网上平台上面 看到这个狗的 然后他让我线下交易付了一千 然后开始推销狗粮 狗粮很贵 普通的五百块钱一个月 不买的话 狗死了不管 然后就开始说运费要五百块钱 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说要付运费 买了以后就要说付运费 如果不买的话 那个三百块钱不退了 后面说的是刀付 然后又没有单号 等了好几天 然后又让我付四百六十五块钱 才能拿到狗 我信了 管他骗不骗我 我都还付了 如果我不付的话 他会在路上死掉的 所以没你付了这五百块钱 就算上当了这一千五 没有了 我还是认了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应该多一点信任感 可能他们说傻人又傻夫吧 所以我拥有了他 给他取名叫汉堡 寒寒的宝贝 叫汉堡 这几天的评论全部都说我 说我笨 说我傻 说我这说我那的 没想到他大了 但是下次我们不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买这种宠物了 但是美丽一直干的事情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去做一件事 可能结果比较意外吧 好